太有才了 南台闪光的乐队在节目中 所有乐队选歌的环节 进行用声浪指近拍 似乎有点工程竞标的意思 在感觉他们脑洞大开的同时 你不得不服 浙江卫视确实有人才 能想到这一点 就显得与其他音乐节目的很大不同 梁龙 张碧晨乐队用300声浪指 获得歌曲快乐老家的改变权 而前辈歌手张楚 仅用两个声浪指 拿下歌曲频繁之路 这确实是令众人吃惊不小 梁龙调侃道 谁在和我说 张楚不懂综艺 我就跟他拼了 看来张楚确实有点老谋生算了 这样的话 他们的乐队还剩下500多的声浪指 为后续争抢歌曲打好了基础 另外 黄灵加入到了张楚的乐队 这二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音乐体验 确实很令人期待 有意思的是 杨坤 肖敬腾乐队用全部的声浪指开的歌曲 天竺少女 这就有点让人搞不清楚 因为之前苏建信就说过 这首歌曲的改变太难了 千万不要碰这首歌曲 而他们却用了所有声浪指 很显然 杨坤他们对这首歌已经成竹在胸了 具体能改变到什么程度 大火只能期待了 同时 舞台上也来了内地影响力最大的乐队 他们就是黑豹乐队 如果说 这支乐队来踢馆的话 还真就不好办了 在场的六支乐队里 在实力方面能与黑豹乐队相提定们的几乎是没有啊 这太难了 而且 现场的六支乐队 他们与黑豹乐队之间要表达的主题是爱 现场有300位乐迷进行点赞 如果现场的乐队没有能力超越黑豹乐队的话 那么 他们的成绩就是0 对于这支经典老牌乐队 张楚也是记忆犹新 这是一支非常厉害的乐队 九几年的时候 在北京外宣黑豹乐队演出 下面单看的学生把桌子凳子全踢翻了 现场火爆一场 在后面各支乐队排练的时候也是蛮有趣的 张震月 苏建信乐队选择的歌曲是自己 这是一首高音部分非常多的歌曲 张杰曾经在歌演唱会中都有演绎过 另外张杰是内地少有的高音歌手 但是对于张震月这几个人来说 这首歌毫无疑问难度很大 歌曲的高潮部分交给了马博迁 通过现场听他们的演唱 很显然将K了 与张杰的现场不在一个层次上 你觉得他们唱的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